隨唐一家日前線入惡靈風波 被鄰居控訴 放怨小孩吵鬧 雙方各執一詞 在生意一個月後 他首度露面什麼都說了 我覺得我們都是非常 以和為貴啦 然後也很願意去同理對方 其實真的因為這個事件啊 我受到很多我們同社區的 鄰居的溫暖 然後也因此 好像多了很多 反而可以那種 淋漓間互助的伴 所以其實還滿感恩的 好像跟鄰居兩次 淘姐都沒有成功 你現在還有再見到裡面嗎 沒有耶 就完全好像有點消失了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隨唐也認了小孩到現在 還是很有因應 只要電梯停在鄰居住的七樓 就會全體瞬間安靜 而針對警察上門找不到人一事 隨唐之前表示 是因為全家都在花蓮 卻被鄰居反擊 他當晚明明還出席電影首映 隨唐今天就澄清 當天首映結束後 確實一家人就直接前往花蓮 而在記者會議上 焦哥則是透露了 隨唐的暖心事蹟 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我太太發了一個文 重點叫身輕俱疲 後來也上很多媒體的標題 全台灣只有一個藝人 發了訊息 她不是在安慰我 她說 如果你需要幫忙帶孩子 可以帶到我家來 那個藝人叫水塔 我看那個訊息的時候 特別特別的窩心 那我也正式地回應你 你可以帶她走 是你現在在你背後很火喔 第一次 washed 是你 從二十四終 我生氣 你為了